诗篇 第二十七篇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账目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账目里 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耶和华呀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 并求你连续我 应允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 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呀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 赶足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 必收留我 耶和华呀 求你 将你的道志叫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 交给敌人 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 和口吐凶严的 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信 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 耶和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